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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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数值在18.5到23.9之间为成年人的标准身体质量指数 超过24为超重 超过28为肥胖 超过35为病态肥胖 二 颈围 男性小于38厘米 女性小于35厘米 健康成人的颈围 男性应少于38厘米 女性小于35厘米 颈围超标意味着颈部皮下脂肪增多 堆积在颈部的脂肪会造成气道活动 负荷增加 出现打酷 睡眠 呼吸暂停 早在2010年 美国临床内分泌学与代谢杂志上的一篇研究就提出 脖子越粗的人 心血管疾病风险就越大 数十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的比率也更高 脑袋大 脖子粗 说明营养过剩 例如伙夫经常要品尝菜 大款 吃吃喝喝 他们往往有更高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而脖子粗就是这类人群的特征之一 三 腰围 男性小于90厘米 女性小于85厘米 腰围是指肚脐上方2厘米处水平测量数据 中国男性正常腰围应小于90厘米 女性小于85厘米 超过该范围就属于负行肥胖 腰围超过身高的一半 心血管病风险会变高 腰围超过100厘米 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 患截止肠癌的风险都会增加两倍以上 还有腰腹部堆积的脂肪还会引起肌体的慢性炎症反应 从而增加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等严重疾病的患病风险 四 大腿围 46到60厘米 正常范围内 大腿围越大 腿部肌肉越强壮 正常范围是46到60厘米 大腿围较小的人 女性小于50厘米 男性小于51厘米 更易血压升高 5 腰囤比 男性小于0.9 女性小于0.85 笔直站立 轻轻吸气 用卷尺测量肚脐上方腰围与最突出 臀围 腰囤比例等于腰围除以臀围 世卫组织建议 当男性腰囤比大于0.9 女性大于0.85时 就要及时管理体重了 其次作为自带吃货基因的民族 中国人对美食有着无限向往 遗憾的是 全国十大高发癌症中 一半都跟吃有关 在营养师眼里 理想的餐食不需要米其林的手艺 但却需要满足以下几点 1. 盐 小于等于5克每天 健康成年人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 2到3岁幼儿摄入量不超过2克 4到6岁幼儿不超过3克 7到10岁儿童不超过4克 食盐过多摄入与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还会加重胃粘膜损伤 加速骨质疏松 而且盐摄入过多 皮肤也会变差 无论是为了健康还是美 控盐都是至关重要的 家庭烹饪 要学会使用定量盐勺 2. 糖 小于等于25克每天 过量吃糖不仅会让身材走样 还容易加剧挫疮 加速皮肤衰老 增加血管压力 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 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 要学会看加工食品上的标签 警惕含有隐形糖的食物 关于过量吃糖带来的危害 小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 有兴趣的官友可以去看看 3. 油 小于等于30克每天 油输入太多与肥胖 高血压 高血脂等密切相关 健康成人每人每天烹调用油量不超过25-30克 心脏病人群优先选择 茶籽油 橄榄油 低芥酸菜籽油 芝麻油 亚麻籽油等 血脂高人群 少用花生油 玉米油煎茶做菜 建议少吃或不吃油炸食物 4. 红肉 每周不超过一斤 红肉指烹饪前呈现红色的肉 牛羊猪等哺乳动物的肉都是红肉 为什么我们总说红肉与恶性疾病发病率有关呢 因为红肉中脂肪的含量 特别是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过量进食红肉的人群患结肠癌 乳腺癌及前列腺癌的危险性会增高 红肉也是胆固醇的主要来源 吃多可不仅致癌 还可能大大增加冠心病和脑足中的风险 那我们吃多少合适 每日促禽肉类的推荐摄入量为40-75克 水产品40-75克 提倡吃瘦肉 肥肉可以吃但要控制量 每周红肉摄入量不超过500克 尽量不吃加工肉制品 老年人高血脂糖尿病 冠心病和脑足中患者 尽量少吃红肉 每周控制在2-3次 每次不超过一两 五粗粮占主食三分之一 每天摄入的主食应占摄入总能量的50-65% 一般人群每天应摄入骨鼠类食物250-400克 其中全骨物和杂豆类50-150克 鼠类50-100克 也就是说 粗杂粮应占主食的三分之一左右 另外我们每天醒来第一句 都会告诫自己 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 上班久坐一整天 发誓明天就运动 flag力了倒 倒了力 唯有医药费 从来不糊弄人 在百岁老人眼里 好的作息才是长寿的基石 比如 一 进食 早餐20分钟 午晚餐30分钟 细嚼慢咽能促进胃液分泌 减轻肠胃负担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花15-20分钟吃早餐 中晚餐则用半小时左右 口腔护理和肥胖治疗领域的专家们 推荐一口饭嚼20次 二 排便 不超过5分钟 蹲坐时间太长 会给下肢血管带来压力 引起痔疮 每次上厕所时间 应控制在5分钟内 如果超过5分钟 人无便宜 应停止排便 有痔疮的病人 排便时间不应超过3分钟 3.入睡 23点之前 从内分泌角度来说 23点后睡觉就算熬夜 由于人体自我修复活动 大多在凌晨3点以前进行 因此23点到3点 这段时间的睡眠质量尤为关键 过了这段时间 补睡再长时间 都难以弥补熬夜 带来的损失 长期晚睡 熬夜 睡眠不足是高血压的一个重要质病因素 大大增加患糖尿病的几率 还会影响细胞的正常分裂 从而导致细胞突变 产生癌细胞 4.运动 每周至少三次 科学的运动频率是每周三到五次 每次持续20到60分钟 不包括热身和结束后的整理运动 运动强度以自身感觉微喘 但仍能与同伴正常交谈为宜 5.牙齿 80岁有20颗 国际口腔医学界有一个公认的 80-20原则 即人在80岁的时候 至少应有20颗正常咀嚼 不松动的牙齿 想达到这个目标 每天刷牙至少两次 每次不少于三分钟 坚持使用牙线定期洗牙 还有每次大家拿到提前报告 面对错综复杂的专业术语和见头指标 你可能看得一头雾水 但在体检医生眼里 光有健康的皮囊还不够 这些内在指标才是硬道理 1.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超过7.0毫米每升为高血糖 低于3.61毫米每升为低血糖 空腹血糖介于6.1到7毫米每升之间 属于糖尿病前期 两次重复测定值大于等于7.0毫米每升 可确诊为糖尿病 2.血脂 血脂异常与否 主要看四项指标 总胆固醇 高密度指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指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总胆固醇小于等于5.2毫米每升 低密度指蛋白胆固醇 小于3.4毫米每升 高密度指蛋白胆固醇 男性0.96到1.15毫米每升 女性为0.90到1.55毫米每升 甘油三脂 0.56到1.7毫米每升 3.血压 正常血压 输缩压小于130毫米拱柱 舒张压小于80毫米拱柱 理想血压 输缩压小于120毫米拱柱 舒张压小于80毫米拱柱 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 非同日三次血压测量 输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拱柱 和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拱柱 可诊断为高血压 4.尿酸 按照国际标准 人体内血尿酸浓度的正常范围是 男性150到420微母而每升 女性100到360微母而每升 高尿酸血症 非同日两次空腹血尿酸水平 男性高于420微母而每升 女性高于360微母而每升 五.心率 心率越快 心脏的舒张期就会缩短 心肌供养减少 从而引起心脏工学不足 心肌缺血 国际上普遍认为 一个健康成人的心率范围是 60到100次每分钟 每分钟60到75次是理想状态 冠心病患者 50到70次每分钟最佳 高血压患者 最好不超过80次每分钟 以上小关列出的 20个健康硬指标 每个都关乎寿命的长短 对照自测你的数据 如果都能达标 那才称得上 货真价实的健康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20个硬核身体健康数据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